各位觀眾,感謝持續收看 齊哥、大哥、其他這一家 今天2020年的8月24號 今天又是一個美好的新情義的開始了 記得訂閱、點讚、點分享 因為禮拜六那一天,因為颱風來臨 所以說大稻埕碼頭的煙火延期 還有淡水魚的碼頭延期 都有延期,因為受到下雨也沒辦法放煙火 所以蠻可惜的 那記得有任何想看、想聊、想說的 都可以到我們的YouTube上做留言 或者是重複觀看我們的一些分享 那生活棋哥在這邊跟各位自我介紹 生活棋哥就是每天都會找一項新聞 找一項熱門搜尋的主題 來做一個導讀 念一下新聞 遊戲搶匪會去玩遊戲 另外一個伊莎米的帳號是晚上會去直播 前陣子直播三家大壩 後來又直接直播貓咪 那昨天開始直播一些風景 也覺得還不錯 有時候偽出國也不錯 看看日本的風景、風光 感覺人心氣爽 OK 那今天 今天我們的主題 帶進去我們熱門搜尋的第一個主題 易放卷又來了 易放卷又來了 各位觀眾一定要注意看一下 易放卷又來了 那 怎麼樣來了呢 那請我們從這邊開始看下去 那一樣我們在易放卷這邊看一下 現在五萬筆搜尋狀況 那一樣第二筆有米其林 米其林我前陣子已經有說過了 為什麼米其林 它有一個專用的名詞 為什麼會叫米其林 叫燈什麼林的 我們可以到時候回頭去看一下 米其林它一個登陸的一個專屬名稱 因為米其林它的名稱 那還有一個歐冠 炎之華 台中炎之華齋一星特殊建築 美味且美形 還有孫安卓 還有這個是什麼 FORCHETTA 地中海料理 還有賈斯汀 黃鷹 歌手賈斯汤斯 鄂爾 傳死訊 官方證實享年 38歲 還有黃鷹 研發科 還有這個 Lucky DONCI 有看籃球的大家就知道了 那LOGY 東京米其林二星姊妹店 還有ACUT 今天全部都找英文的出來 還有李效力 請客樓 翁欣怡 高雄市政府 大三元 天香樓 詹長泉 黃偉哲 所以各位觀眾朋友可以從熱門搜尋這邊可以看到一些相關的訊息 也可以 從中找到蠻多樂趣的去觀賞 那生活期客今天帶入第一個主題 易放券 易放券因為是 第二波的開始 又開始了 所以我們來念一下新聞 讓各位觀眾朋友可以知道說 可以趕快去申請易放券 因為易放券可以換電影票 可以看電影 就去抽抽看 反正抽到就賺到 沒抽到就算了 沒關係 這都是抽獎 正興政策的1除37 37分之1 易放券第二波 31日起跑 開放年長未成年與生臟者登記 文化部長李永德 24日表示 24日表示 第二波的 資本易放券 預計發行60萬份 每份600元 總金額清台幣3.6億元 65歲以上 18歲以下 以及身心障礙者等手機弱勢族群 8月31日9月6日可至超商或網站登記 註冊抽籤 那就是說你可以幫家人 老長輩 小朋友 去試試看 去幫他們去點一下 那這邊是中央記者 鄭景文 台北24日電 文化部長李永德 今天宣布第二波的 日本易放券 將從8月31日至9月6日 開放年長未成年及身心障礙者 等手機弱勢族群 那在超商或晚站登記註冊 9月8日抽出60萬名得主 那為振興藝文產業 鼓勵民眾於疫情趨勢後 擴大消費 文化部在7月推出第一波 數位易放券 7月18開放下載後超過300萬人註冊 抽籤結果總計210萬7883人得卷 所以各位觀眾朋友 機率還蠻高的 只可惜有些不知道根本沒有去抽到 你看全台灣2000多萬人口 有超過300萬人去註冊 那有些成年人的手機族群就更多了 所以你看如果今天是訂閱 訂閱或點閱300萬 很可怕 300萬次 那不過第一波有不少民眾屬於手機弱勢族群 所以李永德今天宣布 將針對65歲以上、18歲以下 以及身心障礙者等手機弱勢族群 規劃紙本易放券以支持文化平權 及疫後藝文產業振興 那底下都有些網址 玩家觀眾朋友有興趣可以去點進來看一下 那一樣還是到各大超商去點擊 那這邊有一個說明 註冊是8月31日開始到9月6日 抽切是9月8日 那領券使用是1090年9月9日到110年2月28日 所以將近快半年的時間可以用 那考量超商服務能力 領券及超商註冊時間為9點到9點 早上9點到9點而已 那無障礙網站註冊 期間內24小時都可以註冊 等於上網都可以註冊 那紙本的易放券有100、200、300 各一組QR Code及條碼 那這邊還有登記資格 第二波的時間點 所以玩家有興趣可以再來看一下 這邊相關的一些注意事項 避免說你沒有用好 沒有取到抽獎的機會 那這邊有個網頁通過機器檢定 無障礙AA等級 也邀請視障朋友一起來協助測試 喔喔視障電腦 各位觀眾如果有看過視障電腦真的很神奇 他們是看聽的 那鍵盤全部是點正的 那網路都找得到 YouTube一定有影片的 那符合資格的話 只要有安裝讀卡機的電腦設備 在8月31號上午9點至9月6號的晚上9點整 以健保卡上網登記註冊 即可 那這邊都有說誰可以抽 抽獎資格 未抽中第一波的一方券 且65歲以上或18歲以下 或零有身心障礙證明者 取得方式 8月31至9月6號 每日上午9點到晚上9點完成登記 9月8號 中午12點抽籤 那面額有100、200、300各一組的QR Code 及條碼 計時600元 那登記方式呢 持健保卡至7-11全家OK 來也付等四大超商 事務機台 貨載網頁登記 那使用期間是9月9號到 明年的2月28號 所以他這邊的說明都很詳細 那超商的操作流程 1點選首頁的意放券按鈕 按首頁票券意放券 2閱讀同意各支收集 收選同意點按下一步 3插入健保卡點選下一步 4輸入聯絡基本資料 本人的或聯絡人的手機 號碼電子郵件 所以你不用電子郵件也可以啦 就是只要手機擇一輸入 5仔細核對資料 明細按確定列印小白單 小白上有登記識別碼 請妥占保存以利後續查詢 登記結果 抽籤結果及消費紀錄 應該也是發短訊發Email吧 不然那個隔熱子彈壞掉了 趕熱子啦 那符合抽籤的民眾 可在8月31到9月6號 每天上午9點到晚上9點 值健保卡制7-11全家OK 來附等四大超商事物機來登記 用五個步驟完成登記 那線上操作的話 可以直接到紙本意放券 也開放網頁登記 文化部有提供 一樣抽籤按鈕 點按抽籤登記按鈕 再來插入健保卡 貝羅讀卡機 再來輸入健保卡密碼 未出色過的請先到健保署網站出色 那線上操作流程 障礙兩個一樣嗎 再來第四個 第四個輸入基本資料5 登記完成 那再來是第五項取票 重的話再來研究一下取票跟如何使用 那這邊都有做一些說明 那新聞好多好多好長 那之前領的人蠻多蠻開心的 因為他都有去使用到 那我們這邊有一個 消防期 消防期說他沒參加第一波意放券 第二波紙本意放券 若能抽中 希望可以用在看國片 應該是寫聽國片吧 我們消防期是視障人士對不對 所以有時候文字在打 有時候蠻有趣的 那也是人的習慣用語 因為他習慣用看的 他沒有想要他們基本是用聽的 以視障來講他們是用聽的 那也希望民眾可以用他 來買他求月營唱會的票券 OK 那這邊相關的一些新聞訊息 玩家有興趣都可以點進來看一下 那也蠻多相關的內容跟延伸閱讀 好那第二項新聞是 再砸3.6億發紙本意放券 文化部接這三類才有資格抽獎 那我們剛剛就講過了 這邊都有一些相關的說明 那玩家記得是8月31號 8月31要準備一下去抽獎 那我們第一個的新聞寫的比較多 中央訊息寫的比較多 針對他的新聞 因為每個新聞時間點不一樣 你看我現在第三個 要抽籤 那這邊是8月24號下午3點25分的一個新聞 有沒有 所以各位玩家每個時段的新聞 一定都不一樣 所以記得要訂閱、點讚、點分享 進來點底下的網址 就可以連結到相關的網址 那生活棋哥在這邊 非常感謝各位的收看 那記得 有好的訊息、好的內容 那生活棋哥也會盡量 趕快找出來給各位去做個分享 也可以讓各位提前知道說 如何做好準備 就跟我之前有講的 禮拜天本來有馬拉松 我看應該還延期了 那因為生活棋哥比較少 追蹤到馬拉松的一些相關項目 如果觀眾朋友有關於馬拉松的訊息 也可以幫我們做留言喔 那今天的直播 大家就到這邊 那非常感謝各位的收看 記得訂閱、點讚、點分享喔 掰掰